词曲 李宗盛 说真帝,那摩第三世多吉昌佛 凡修行者,当注意自迷于真假修别之法,自己就迷在真法和假法里头的修法去了。 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修法有真修和假修的差别。 任何佛法都是这样,都是有假修与真修的差别。 假修容易,真修难。 假修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真修就很难了。 真正的修行,修法又必须要建立于行辞上, 这样行辞又必须要建立在无常心上。 无常心产生出来心,才能真正这样辞行,才能永恒不退, 延迟戒律。 何为假修呢? 什么叫假修呢? 就是不将家行实用于处时节物, 日常生活,有为法相,无为建宗, 视为假修, 就包括在世间上处理一切事务, 及无为法的建宗, 就是在修法, 在空性的建解里边, 没有将三页具体用上去, 符合教戒法规而修, 这个就叫假修。 于正行持咒, 修观即时涉心, 在正行念咒与修观赏的时候, 是为了涉我们自己的心, 就是说万念归一, 一归无念的境界, 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 这样上座的时候, 身坐, 心不坐下来, 身体坐下来, 心还想其他的, 持咒时, 口持而心不持, 持咒的时候, 口持心不持, 嘴巴巴巴巴巴地念, 心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想其他东西, 事情去了, 修观时声诵而意不观, 亦明假修。 修观的时候, 声音在念诵而自己的意识, 定没有观想这件事情, 与法本移轨无关, 这个就叫假修。 有行无功, 步不前, 有功无行, 如无脚, 就是说, 有了行了, 行为修了, 这样没有具体的功夫, 就我刚才说的, 没有法, 没有专门修法, 等于是就地站住, 无办法前进, 有功无行, 就等于无脚的, 就是说, 有了功夫了, 我们的行为又不相应, 又不能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一切行为去做, 就等于一个人, 无脚, 同样走不到彼岸, 走不到解脱的目的地, 这里打一个比喻, 我曾经讲过, 金刚法中最高的法, 有一种换体修法, 也就是说, 在未有成就之前, 将神色转换出来, 在无物质的状况里面, 修虚幻, 这个时候, 神色对观自身肉体假象, 就能真实体会, 同实证四大皆空的真正意义了, 神色无阻隔, 所以当下就能真正见证到, 空患的假象, 悉空不宜的般若之理, 如果不懂法, 只懂理论, 任凭你怎样观, 那个神色, 也是在自身肉皮里面包住的, 一秒钟, 也没有冲出过体外, 晚上睡觉发梦, 也是在自己的大脑里头幻想的, 实际是未有出来的, 这个就叫凡夫, 但是神色出了体, 能观四大的假象, 还无虚有, 实际也是不一定见到般若真帝的, 在法性真愚的实相中, 神色也是还有之生住而灭无常性的, 只能讲修换体的法, 是很高的大法了, 但同样离不开修行, 还是回过来讲修行, 只修家行, 不修正行, 如人无脚, 不能行走一步, 不能走到目的地, 只修正行, 不修家行, 不能走到目的地, 就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故单修一亦明假修, 所以单修一项亦叫假修, 因此平常的行为和法两个都得要, 缺一是不可的, 假修是不得收益的, 修法就无用处, 这样什么叫真修呢? 同学们, 真修啊, 真修者建立于决心学佛, 在出来心无常境界的基础上, 决心学佛, 坚守戒律, 永恒不生退悔, 永远不退悔, 于世间法中, 出世法见, 就是处理一切事情, 一切事务, 日常工作, 做事讲话, 都是照佛法的行为去做的, 在般若的见上, 也是照佛的说法, 开始去切误, 去体证的, 三业, 身口意, 我们的所有一切, 都是照家行, 扶之实践的, 而不是虚造的, 在座上时, 身心俱坐, 持咒时, 心口同持, 在座上的时候, 身同心都得要坐, 念咒的时候, 心同口同时要相应统一, 修观时, 依除文入, 修观的时候, 我们的意境, 要随其文字的般若境界, 就是所浅述的法义移轨, 要你观金刚像, 有三头八臂, 前边的头蓝色, 后边的头红色, 左边的头绿色, 侯观有什么字, 手指有几长, 就是意除文入, 我是举个例子, 观观音菩萨, 又怎样观? 这样观音菩萨, 眉间, 亦有八毫, 又是如何的庄严, 大悲之眼, 如四大海, 等等等等, 这个就叫移轨中的一部分, 这样每一个法, 有每一个法的移轨, 至于这个移轨, 同学们, 你们各有各的羞耻轨, 就是要意除文入, 等到你收到熟悉的时候, 就不需要法本移轨了, 自然明记于心了, 观众合一, 自然景致一体了, 念佛的时候, 比如修正土中, 要不离佛像, 或者是不离观赏的声音, 三页打成一片, 身口意都要打成一片, 不要口念心散, 不要心散口念, 或者是意识天南海北, 思想另外的事情, 最怕的是, 修法的时候被牵牛鼻歌, 什么叫牵牛鼻歌呢? 比如念佛, 观佛像, 一心不乱视为目的, 但是往往在观佛像的同时, 会由该佛像而生出另外的意境, 明明在观赏佛如何庄严, 却由这个庄严 而生变佛像的颜色, 由颜色生变深浅, 乃至牵塞到是什么地方做的佛像, 什么寺庄的佛像好看, 是什么样的形态, 什么庄有什么菩萨, 平常庄上是什么气氛, 香火怎么样, 你又什么时候去过, 与什么人一起去的, 这个人又怎样了, 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业务做得怎么样, 他的产品如何,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观佛像了, 总而言之, 脱离了所观主体, 已经是妄想散乱, 进入毫无关系的地步, 乃至大道分散的, 莫名其妙的妄想中, 而且每一次的妄想都不一样, 是千变万化的, 连语言都无法讲出来的, 总之, 离开所观就叫牵牛被割, 无论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境界, 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身上, 都是牵牛被割, 因为脱离了能观和所观的主体, 已经不在功课上了, 这个就已经落入黑帐中了, 一,必须要始终如一, 才是做真修, 亦就是说, 修行必须要真修, 才能得受用, 才能得解决, 真修就能相应, 相应就是得到具体的效果, 才能转换因果, 才能领悟自正般若的真语, 因此般若的道理, 就是要以修行去才能正道, 只是空理, 是正不得的。 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这心经说真谛, 今日就功读到这里, 无限感恩, 那麽第三世多结昌佛, 我必须要做什么? 我必须要做什么, 我必须要做什么, 没有解决, 我必须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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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得要大事用, 感谢观看